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 让李高龙没办法放松和休息 哪怕他的伤害很重 那种痛苦好像要把他撕裂一半 但是他必须要尽快从这处三海岛离开 可是我们该如何离开呢 药厂应该是被炸了 而且这根本就没有传过来 或许他们在岛国那边都是有背景的 在来三海岛之前 冬子就是一个天真的小姑娘 妄想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 去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 但是现在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太天真了 事情哪会那么简单 深海科技根本不是自己可以撼动 就在这短短几天之内 他有了成长 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没事 天亮的时候会有一艘商船从这经过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不过李高楼紧接着就给了他一个答案 这让冬子也稍微的安心了一些 虽然说他也不知道啊 说李高楼为什么会知道 明天早上会有航船从这经过 但是发生了这些事情 李高楼这个一直创造奇迹的人 实在让他没办法进行怀疑 你的伤 冬子重新看到了李高楼的伤势 要知道现在这李高楼啊 看上去好像刚从那死牢里边揪出来的死尸似的 尤其刚刚啊 被冬子把刀拔出来之后 那些伤口看上去啊 更加的血淋淋的 所以冬子非常担心 工本天一动手的场面 他可是清楚看到了 李高楼到现在能活着啊 这已经是个奇迹 现在还想从这离开 那就更加艰难呢 没事 很快会恢复 轻轻的点头 李高楼说完望向了远处的大海 虽说黑暗之中并没什么光亮 但是他那双眼睛之中 却带着无比的深邃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句话看似简单 实则包含很多道理 一个人如果在那种境遇之下 还能够活下来 那他必然会经历新的成长 而这种成长和思考 往往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所以或许 李高楼和深海科技之间的战斗 才正式开始 后半夜的海风 比之前要冷了许多 不过李高楼和冬子都没毕业 毕竟那群秃鹫 一直虎视眈眈 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冲过来 所以安全地 两个人也是在这个夜晚 聊起了一些过去的往事 他们明明才相识几天而已 但却像是老朋友一样 很多时候都是冬子在说 李高楼在听 我的老师在一场任务当中死去了 就是因为惹到了一个很有背景的家族 才会这样的 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自己必须要努力 有一天要替自己的老师申约 不得不说 冬子的存在 让李高楼可以放松很多 就好像有种可以依靠的感觉 同时李高楼也是感受着自己身体里 来自龙幅的力量 正在快速地修复着自己严重的伤势 没人会想到 包括李高楼自己 甚至于哪怕一直对于龙幅有所研究的人 也绝对不会知晓李高楼身体之中的变化 冥冥之中似乎有种特殊的力量 让李高楼的身体 在这种几乎崩溃的情况下 将黑色龙幅和青色龙幅的力量 整个地揉在了一起 明明两种龙幅的力量是完全独立的 但是现在却进行了融合 从而让李高楼本身 正在发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终会怎么样 没人知道 但是至少李高楼 现在那种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只能用变态来形容了 天亮的时候 两个人彼此的依靠在一起 而整个海滩所有目光能够看到的地方 全部都是黑色的土鳩 这种群体性的压迫力啊 让人多看一眼就感觉 横木根都竖起来了 李高楼就这样站起身来 他的手中握着黑刀 一个晚上的自我修复 让李高楼感觉舒服了很多 至少眼前这些土鳩 在他眼里不算什么了 东子跟着站起身来 他也看向远处的大海 按照李高楼之前的说法 那艘船应该很快就要出现 如今三海岛的药厂炸掉了 那些人全部撤了 所以整个三海岛啊 可以称得上是一座荒岛 更何况过去的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船只能够随便进入到这 那么真会有商船从这经过吗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随着一声气笛声响起 东子变得激动了 他看到了那艘船 正在朝他们的位置过来 仿佛冥冥之中 他看到了希望 就在李高楼 他们看到商船的前一天 一条最新的消息 从蜘蛛网公司传开 迅速传到了全球各大势力手中 这条消息非常简单 就五个字 李高楼死了 如果说这条消息是别人放出来的 那么基本呢 不会有什么可信度 但是当这条消息 来自于蜘蛛网公司的时候 情况完全不同了 所以李高楼应该是真的死了 不然的话 蜘蛛网公司一定不会如此 而且凭靠着这条消息 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几千万了 要知道几千万呢 仅仅只靠着这几个字 得到这样的报酬 就难以想象 不过当这个人是李高楼 的时候就顺理成章了 毕竟这小子在全球的范围之内 有着多少仇气 整个佣兵联盟 就因为李高楼的关系 都有点眼气息鼓的意思了 那之前非洲第七基地 加上大海上的第九基地 最终甚至连几北兵员那处城堡 都全部因为李高楼毁了 这种事在李高楼出现之前呢 大概你跟人说 人都不会相信 太过匪夷所思 只靠着一个人的力量 做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全球无数的人都想杀了李高楼 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琢磨着 如何能够让这小子下地狱 但是太难了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麻烦 似乎啊 他都可以面对 可以战胜 而且一天比一天活得滋润 于是有很多人就想花钱弄死他 正是因为诸多这样的因素 所以蜘蛛碗公司的这条消息 才可以如此值钱 华夏这边 李老萌得到消息脸色大变的 第一时间他试图联系李高楼 然而完全没办法接通 最后李老萌接通了田小花的电话 毕竟李高楼跟田小花一起去的大国呀 所以这个时候他出了事的话 田小花应该知道 电话刚接通 李老萌迫不及待的就问 李高楼在什么地方 你们有没有联系 现在的情况十万火急啊 他也没办法多耽搁时间 没有联系啊 他电话打不通 已经三天了 他之前去了三海岛 一直没回来 田小花这边一直也在寻找李高楼 但是他可没接到说李高楼死了的消息 他焦急的原因 只是因为李高楼告诉他三天之内会回来 因为竞标马上开始了 但是李高楼到现在无个踪影 让他非常慌 要知道这次来倒国竞标 田小花最大的倚章就是李高楼啊 尤其经历了之前那次长岛先生的闹剧之后 可是现在李高楼没了影子 这是大事了 得到田小花的回答之后 李老萌沉默了 他这冷不定的一沉默 田小花这边也愣了 心头突然就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竞标的事情 量力而行 安全第一 李老萌就说了这么一句 准备就挂电话 田小花马上追问 李高楼是不是出事了 他从李老萌语气当中 已然听出一些不对了 李老萌又沉默了 告诉我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 田小花却不打算放弃 这回李老萌也有些无奈 之前从蜘蛛网公司刚接到消息 李高楼死了 不过消息还没正式 我们正在想办法 这一刻的李老萌声音非常低沉 他的感情也非常复杂呀 他跟李高楼之间的关系可没那么简单 如果不是李高楼的话 李老萌就已经死在非洲了 所以两人之间的感情啊很不错 但是他接到这样的消息让他也无法接受啊 但是作为自己这个职位上的责任 他必须用最恰当的手段和办法去做 否则的话 如果自己现在啊跑到岛国反而不太合适 田小花这边文厅整个就呆了 他当然知道蜘蛛网公司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那这样一个组织散不出来的消息 一定有着非常充分的证据来源 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李高楼是真死了 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家伙就真的这么死了吗 没人可以轻松接受这条消息 尤其是田小花他们一直都在等待着李高楼回来 这才几天的时间就接到如此噩耗 我们会想办法证实啊 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李高楼 同时要保证所有成员的安全 竞标不重要 活着最重要 通话就这样结束了 而田小花则刚好看到二毒从外边走了进来 他倒是没注意到田小花的表情 二毒进来之后啊 直接拧开了桌上的一瓶饮料 然后随意的跟田小花问了一句 哎 怎么样啊 我兄弟有消息了吗